感覺不太好 因為想要這麼慢啊 我都不會設高低標 反正就有一個最好的標準 跑了兩三千公尺就發現跑不到了 就盡量跑這樣子 很渴啊 所以我喝了三四次水 我是去年二月開始恢復訓練 本來是在去年十月全英會就蠻有信心的 因為這一年一直感冒 所以穩定性比較差 就可能一個月到三個月就感冒一次 一年感冒八次 它是比以前還要差 這個項目的PP是30分41 現在就是希望可以跑到28分台 規劃上可能在一兩年有機會 因為現在的訓練跟以前比較不同 我們現在有經過去日本的恆田真人教練 就是新古人美 那個馬拉松選手教練學習過 我們現在就是跟他們的訓練方法是一致性 只有在台北的天氣不一樣 其他的訓練模式都是一樣 接下來三月還會有青年盃 然後目標賽是在五月會有到日本去參賽 其實跑起來狀況是蠻好的 就是80秒79的速度 我跑起來是比以前輕鬆大概五六倍 公開組的學長他們的配速就是很穩 所以跟起來就是那個節奏感有抓到 像是在高中組的話可能就是自己跑 就會一直忽快忽慢 抓不到自己的節奏 然後很容易到15圈左右就爆掉 然後今天是到最後大概5圈 我才掉到82 兩三個禮拜前就是大腿這邊有受傷 前兩個禮拜都在慢跑 然後前陣子有比 台灣四中小學聯合運動會 其實這個成績卡了很久 一萬是真的是很難跑的項目 對我來說 然後今天突然跑出一個個人之家 其實就是出乎我的意料 所以就特別開心 接下來可能就是會把強度一直往上拉 繼續往下一個階層挑戰 今天本來就想說這場比賽是來當作訓練 因為之前就是受傷一直反反覆覆 狀況都沒有到很好 預設的目標就是75秒76秒的配數 就差不多可以看能不能跑到 完賽成績跑到32分內 但是後面就是5公里之後 就是狀況有點慢慢往下掉 就努力把秒數撐回來 有有還算滿意 也是受傷之後的最佳成績 算不錯 其實我自己注意到很負面 就是慢慢把傷養好 就看狀況能不能慢慢練回來這樣 5000也就是有時候盡力去拼 就看能不能跑出傷後的最佳 上一次傷後最佳是大運會 15分22左右 就看能不能再往前推進 5月初還有大專運動會 然後我就主要會把重點都先放在場內 不像去年都是 也可能在準備四大運 就是都放在半馬 所以距離那些都拉得更多 那今年就是主要目標都放在 5000公尺跟1萬公尺 就先把商養好 然後看能不能慢慢把成績再拉起來